作为非洲最大经济体 尼日利亚积极推动太阳能发电 正在出访当地的世界银行行长 阿甲一班加透露 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和当地政府 及私营部门合作 为尼日利亚提供资金建设 一千个小型太阳能电网设施 推动有序能源的发展 我们试图获得一千个小型电网 今天我们在数百万块钱 我们在数百万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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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世界银行的投资 加到数百万块钱 从公共投资金融合作 和政府的努力 第二点 您在发展工作 阿甲一班加趁着到尼日利亚访问之际 参观了世界银行有份资助的 太阳能迷你电网工厂 这个迷你电网厂由小型发电机组成 容量从几千瓦到十兆瓦不等 足以为大约两百户家庭供电 尼日利亚人口超过两亿 发电装机容量为一万两千五百兆瓦 但发电量只占一小部分 导致数百万家庭和企业 依旧依赖汽油和柴油发电 感谢收看这一集的 你这一集再也忘了 利亚的观点 与综ulan剑 易家全力 如果